哈喽啊各位 之前发完预告之后 我遇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个新怪啊 三羊开态了 说起来也怪 一羊发个骚 二羊出了嗓子哑一哑 没啥大症状 但是这是三羊之后 我腰部反应剧烈 走不了路 一公里都走不到 走个几百米就痛得直也不是 弯腰也不是 坐着又磨损腰肌 最后就只能躺了 想死的心都有 然后就写文案的过程中买了两本书 平井伊夫和IBM一位工程师的回忆录 看完之后对文案加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最后就拖到现在了 但是请各位相信 等待是值得的 上期我们说到 索尼在2003年在中国大陆推出的PS2 但是由于政策的限制 游戏的匮乏 以及过于高昂的机器定价 大陆版PS2不出意外的销量惨烂 最后还是靠着大陆版PS2末期的清仓打折 已经专门针对大陆版PS2的破解套件的面试 才让大陆版PS2在最后维持的一些销售价值 时间来到2003、2004年 随着索尼SE推出了PS2的薄机 PS2也逐渐走入了生涯的中后期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PS2接下来的故事吧 上期的最后我们讲到 索尼在2004年推出了PS2的薄机7万型 售下一万九千八百日元 毫不夸张的讲 PS2薄机绝对是游戏主机史上的 轻薄这一设计师桌上登峰造极的作品 尤其是到了最末期的9万型 更是连电源适配器都要做到内置 整个机器就是一个本体 一根八字节原线 大到字节 USB 红外线 网线口 等应有的主要接口 一应俱显 极致瘦身的翻盖DVD光驱 轻轻一按 轻轻的翻开 将当时最强大的游戏阵容浓缩在这一公斤出头重量 两个DVD光驱的体积当中 直到今天 虽然PS2的性能早已过失 胜利源最新的旗舰手机都能多多少少的模拟 但是PS2薄机的设计依旧让人惊艳 力久迷心 在机器设计方面 力求极致 也是九多辆木剑时代 索尼S1主机的一大特色 之后的主机 随着芯片功耗的提高 需要更大的散热器 机器硬盘 蓝光光驱的体积等因素 除了Switch这款跨界产品的游戏主机以外 再也没有游戏主机会像PS2那样极致的瘦身 PS3四先行的超薄机充斥了廉价感 PS4 Slim虽然保持了家族设计 但是在体积缩减方面 只能说缩了 但没说多少 但是我们在讨论PS2薄机之前 还是要把时间拨回到2003年 因为PS2家族还有一位稀有的成员需要介绍 那就是集成了数字录像机功能的PS2特殊改型 PlayStation X 因为S和X的读音容易混淆 下面我就念PSX了 PSX这款机器之所以稀有 是因为它仅在日本发售 而且2003年12月上市 仅仅运营了一年多 就在2005年年初被索尼放弃停产了 而且更不寻常的是之前的所有游戏主机 都是由索尼S11这家索尼旗下的子公司自己负责的 但是PSX这款机器则是以家用电器 而不是游戏机来面试的 也就是说PSX这款机器的销售是由索尼本部负责的 事实上PSX的出现很大可能是索尼S11老大 PlayStation之父九多良木剑用以上位的投名状 2003年索尼公司的市值暴跌 时任索尼董事长出井深知 任命九多良木剑为集团负责财 负责消费电子业务 和美国索尼公司的CEO斯金格竞争下一任索尼董事长的接班人 那九多良木剑何许人也啊 富士山金匠伟人 索尼主机之父 没有他业界还在被任天堂的抽成剥削 玩家还在用马赛克中用游戏性麻痹自己 在他的阵营里 左战神右击梯 最终幻想头上挂 侠盗列车备战文 勇者恶龙当胸口 三国无双棒地主 总之一晃 大就是无敌 但是这次对上的斯金格也不是善茶呀 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越南西贡当宪兵 练就一身郑重的西贡铁拳 惹恼了他当心一拳把你从直升机上揍下去 之后又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一路做到总裁 那人家也有话说的 美国那个华莱士 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是他老板 所以斯金格也可以叫别人一点 这个人生的经验 毕竟也是身经美人 记得多了 东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 之后斯金格随着索尼收购哥伦比亚 就这么顺理成章的进入索尼的管理层 然后就这么一路做到索尼美国CEO 说回正题 新官上任三把火 九朵梁木剑虽然深感索尼的消费部门 内容都公知下火 外有三星LG 这份工作不好做 但是还是抖手精神 点起了新官上任三把火 PSX就是体现九朵梁木剑 PlayStation主机 电脑化野心的产品 那么PSX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总而言之就是PS2游戏机加DVD机加硬盘录像机加机顶盒 重点在于它多了内置的硬盘 可以录制视频到硬盘里 可以录制电视 也可以作为一个采集卡来使用 那可能有些观众会疑惑 那不对也红酒 索尼PS2也可以接硬盘呢 那这个PSX也就是厨厂自带硬盘 不能让PS2通过软件的方式实现近似的效果吗 答案是不行 PS2只有视频输出只能外接显示器 但是PSX有视频输入接口 可以输入视频信号 而且它还是第一个搭载XMB界面的索尼游戏机 和之后的PSP和PS3是一样的布局 只不过PSX上还叫做GUI 还不叫XMB 而且PSX还特别布置了方向键和回车键 即使没有手柄和遥控器 也可以在主界面做基本操作 在这个独立的GUI操作界面里 PSX还内置了一些软件 比如说PSX本身就是一个机警盒 可以有线看电视 或者外接卫星锅接收卫星电视 而且作为面向日本的设备 PSX已经内置了日本电视台的菜单 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节目时刻表 然后用户可以固定时间录制 比如说每天固定晚上7点到8点 或者是按照节目表来每周录制电视剧等等 还不仅如此 PSX最智能的地方在于 它还能智能识别节目的延误 比如说今天7点电视剧 因为前面比赛延长被挤到之后的8点 电视剧是一个小时 那么PSX会自动延期到比赛的中后段的7点半 到7点45分开始录制 然后会帮你自动扩大录制两个小时 最大程度避免错过节目 除了电视台的节目表 PSX也支持关键制搜索 比如说电视剧啊 足球比赛啊 综艺之类的 还可以记录片号 PSX给你做推荐 除了录制之外 PSX还能做简单的视频进度剪辑 然后刻录到DVD上面 或者是向外输出到外界的U盘上面 因为PSX还搭载有记忆棒的读卡器 所以可以读取索尼数码相机的照片 软件自动简称 带音乐的PPT 类似于那个十几年前的电子相册的幻灯片的效果 当然为了防盗版 PSX是不支持把DVD上的内容 直接拷贝到硬盘里面的 除非你用另外一台DVD机 像录电视节目一样1比1的录制 最后PSX的体积比普通的PS2大了一圈 重量超过了5公斤 之所以PS2这么厚重 是因为它的光区很复杂 不仅是吸入式光区 而且还有两个激光头 一个用来读 一个用来刻录 所以PSX内部的体积 大部分被定制光区占用了 除此之外 PSX也是第一个直接将E1和GS芯片 这两个加在一起相当于CPU和GPU 直接集成到了一个芯片里 制成90纳米 这个设计之后也被PS2薄机所沿用 因为PSX有一个特别定制的吸入式刻度光区 还有内置接线硬盘 所以它的定价是PS2的好几倍 2003年年底时 发售价为内置160G硬盘的5500型 7万9800日元 内置257硬盘的7500型 价格9万9800日元 这个价格当时索尼还是比较自信的 虽然它总价贵 但是你得货比货啊 PlayStation系列在索尼的电子产品里 其实向来是以性价比出名的 当时类似功能的数字录像机 比如松下的产品 价格都在15万日元左右 更何况PSX还可以剪辑 更能处理索尼相机的图像 到了后期PSP发布之后 甚至还能把视频和图片导入PSP 颇有一点构建索尼生态圈中枢的定位 PSX在2003年推出的是基本型5500型和7500型 之后在2004年PSP长期推出之后 又推出了原生知识连接PSP的 5700型和7700型 所以PSX这么一个硬件创新 功能强大的产品 为什么只出了一年多就停产了呢 原因很简单 时代变了 PSX能做的事情 PC电脑也能做啊 当初Windows电脑有一款叫做 电视卡的类似生卡的玩意 也同样能做到录制节目 也能收台 也能定时 电脑配个光区 也可以搞刻录 电脑也可以连接PSP PSX只兼容索尼自家的产品 电脑无所不包 甚至录制完了 电脑还能用更专业的软件剪辑视频 还能通过网络直接上传 最关键的是 电视卡不是一个新鲜失误 PSX是2003年年底上市 但电视卡早在2002年 就只需要一万日元左右了 虽然台式机整机需要十几万日元 但是PSX和台式机的功能范围 也不是区区几万日元能够填平的 PSX的悲剧 事实上也是 接下来索尼在下一个世代中的悲剧 PSP和PS3都着重强调自己和竞争对手相比 具有更强的多媒体能力 但是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索尼的那一套多媒体能力 要不受限于硬件性能不好用 要么为了防盗版防破解弄得导入麻烦很难用 又赶上了手机电脑机灵和拥抱互联网时代的飞跃变化 此消彼长之下索尼游戏机的多媒体逐渐成了鸡肋 但是九朵梁木剑并不这么认为 新世代个人电脑的宏愿 这也就为之后PS3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时间来到2004年 这一年是索尼SCE的多事之求 一句话总结就是 战术上胜利 战略上失败 战术上的胜利是因为索尼PS2依旧在游戏主机这一亩三分地当中 牢牢把持的头号交易 NGC难堪大任 微软XBOX虽然凭借拥抱互联网 更方便地支持联网游戏 在2003年到2004年间 在北美市场开始蚕食PS2的市场 但是一是联网游戏在当时还远远不是主流 而且索尼联机免费 而XBOX LIVE要收钱 所以除非光环这种微软独占 大部分用户还是愿意使用索尼 更重要的是 PS2薄机在10月份发售 而为了给薄机名罗开道 索尼直接端出了一代经典 侠盗猎车手 圣安地猎师 来为PS2薄机保驾护航 但是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 2004年PS2的市场占有率是下跌的 至于战略层面上讲 索尼S11在2004年堪称焦头烂额 总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跌 中国大陆PS2彻底失败 PS2薄机发售之后后机立刻全部停产 但是人家很快发现一个致命问题 PS2薄机直接砍掉了 对内置硬盘的支持 PS2的USB接口是1.1标准 速度太慢 而且索尼官方也不允许 PS2直接读取USB外置存储的应用 USB接口在PS2的设计上是用来看照片 连接外设之类的 这意味着最终幻想11这类的部分网络游戏 和DJBOX之类的设计到把数据存在硬盘里面运行的游戏全部都不能运行 因此想玩这类游戏只能去买后机 但是索尼在薄机发售的同时就宣布后机全部停产 因此卖一台少一台 另一个导致索尼SE营收下降的原因是 PSP上市之后表现不达预期 财报声称 PSP的上市投放广告等营销活动导致支出较大 索尼本部对SE的这番说法不太予以接受 因为当初PS2刚上市的时候 堪称是一路平推 所到之处望风披靡 玩家争先恐后的过百 就仿佛中世纪基督徒购买罪券子那样 仿佛买持了一天 自己的灵魂就再也上不了天堂一般 某时某地 一位玩家从昏迷中惊醒 我记得我要去买PS2 然后路上被卡车撞了 这里是哪里啊 远处传来声音 你醒吗 如你所想 你已经死了 啊 这 神明啊 我一生行善积德 我可以上天堂吗 你还好意思说 你没买索尼PS2 你还想上天堂 你要是愿意提前去搭帐棚牌度 你会被卡车撞死吗 你已经到地狱了 任地狱 看到你身边的卡带了吗 都是接触不了的 给我吹 吹到他们能正常读卡为止 你要是今天吹不完 我们就要罚你玩 GBA版的战神 GBA版的奇迷塞车 GBA版的怪物猎人 哇 我不要玩马赛克呀 可是到了PSP发售 因为搭载了极其复杂的 UMD光区系统 更强更贵的芯片 价格比隔壁NDS贵了一万多日元 赶上主机的价格 但是画质却不能和主机相比 要正常用起来还得去买 当时贵得要死的记忆棒 用机成本极高 雪上加霜是 PSP最初的几批一千型 还有一些质量上的问题 比如光叠仓 闭合不严 玩着玩着游戏叠掉出来了 遭到许多玩家血泪控诉 除了以上这些产品的问题 在2003年九多梁木剑 升任索尼副总裁之后 可能由于它的工作量大幅提升 九多梁木剑的脾气 变得愈发神经质了 早在九十年代创立PlayStation品牌的时候 九多梁木剑的工作方式就是 听我的 我说的是对的 跟我走准没错 而对待他人的态度则是 赶紧做 不要说不行 你先做了再说 总之像是一堵墙一样 把整个公司推着走的性格 而到了2003年之后 九多梁木剑肩上的担子 一下子变成了 运营PS2市场 开发PSP掌机 推动IBM 索尼 东芝联合开发 是要处理器 挽救索尼的家用电器市场等等 众多的工作压在他肩上 导致九多梁木剑形势变得愈发荒唐 2004年年底 PSP发售之后 九多梁木剑找到S11欧洲分部总裁 大卫·李维斯 给S11欧洲分部一个月的时间 让他们完成PSP在欧盟地区的上市准备 结果欧盟有关部门通知 PSP套装里面附带的有限耳机 因为缺少分贝提醒功能 就是有些设备音量要确认警告 才能开到更大声的功能 所以套装会被禁售 大卫向九多梁木剑说明这个问题 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 就是现在耳机放在套装里面就不给卖 但是耳机拉出来单卖就可以 结果九多梁木剑的说法是 让大卫回去游说欧盟议会 让他们改掉这条强制分贝提醒的法律 大卫冷汗就吓来了 老板 那要花多久呢 给你一个月 老板 欧盟这部法律花了九年的时间才出台啊 九多梁木剑接着说 还有一点 欧盟登记表里面 PSP这个怎么被归到玩具内呢 大卫 PSP不是玩具 这是高科技 怎么能归到玩具里面去呢 你赶紧去布鲁赛了 一个月时间 让欧盟改标准 大卫当时就急了 老板 你要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 九多梁木剑也急了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 是不能这么干 一个月时间 你去让欧盟改法律 兜兜转转到了下午 九多梁木剑又把大卫叫到了办公室 满面春风地说 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洗耳工听啊老板 现在欧盟不是说套装不给卖吗 我们把耳机拿出来单卖不就可以了吗 大卫倒吸一口凉气 想说这不就是我早上跟你说的吗 但是最后话到嘴边变成了 好老板大财妙计安天下 然后当场写就一副对联 有道是 龙中未出已知天下三分 苹果上载参透万有引力 横批博文强制 就连后来继任索尼S11总裁的 瓶颈衣服在回忆录里的原话也是 我常说九多梁木先生不是招令西改 而是招令招改 而且对九多梁木剑的个人评价是 鬼才 那所以花这么大篇幅描绘S11的老总 九多梁木剑 这又跟我们的PS2有什么关系呢 还是有点关系的 最直接的关系是2003年到2005年 在九多梁木剑的力排中下 索尼本部和索尼S11 总共向PS3的芯片开发业务 注资了整整2000多亿日元 钱都花给没出事的PS3 那PS2这边的钱就相对少了 带来了一系列后果 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 PS2七万型包机的早期型号设计的比较仓促 存在缺陷 散热不畅 光驱的激光头在部分机器上用没俩下就坏了 第二点 PS2的广告营销开支变少 还要和自家的PSP争夺营销资源 宣传幅度有所下降 第三 大量减少索尼出资的PS2独占游戏开发 PS1时代流传下的大量第二番工作是倒闭或者被转售 PS1时代索尼还有为数不少的第二方 PS2初期还有一些 到了PS3时代就基本剩下 圣莫尼卡 顽皮狗 Japan Studio等少数十几个仅存的硕果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压着NGC和XBOX它 只能说 PS2的老本实在是空前绝后的后 但是PS2好不容易赚来的那些钱 一部分被拿去填补PSP的亏损 一部分拿去填补PS3的开发 于是全世界都瞩目的看着索尼 PS2这边以前无古人的成绩 咔咔麦 战神 GTA 最终换下 轮番上阵 傲视群雄 硬件销量在2005年成功破译 一派盛势景象 再一看后边 索尼S11饿得吃了上顿没下顿 就差抱着个碗子的讨饭 2005年过去 索尼S11居然还是赤字亏损 活脱脱是一个饥饿的盛势 最终初景深知在2005年任命霍华德 斯金格为索尼下一任CEO 九朵梁木剑败了 但是在索尼接班人竞争中失败 已经不是当时九朵梁木剑和索尼S11 最关心的问题了 2005年年初 东芝向索尼S11汇报 PS3的图形芯片实在开发不出来了 另请高明嘛 那之后九朵梁木剑就变得有些神经兮兮了 2005年年中 微软官宣将在2005年年底发售XBOS 360 有人之前采访过九朵梁木剑 如何看待XBOS 360发布的概念宣传片 九朵梁木剑满面春风的表示 这也叫次时代 顶多算是XBOX 1.5 接着在2005年13 虽然PS3延期到2006年了 九朵梁木剑依旧表示 要重新定义游戏机 索尼之后就不做游戏机了 甚至已经不是家用电脑了 PS3将会是家用超级计算机 甚至可以P2P组网 性能足够模拟地球 索尼玩家听到这种言论 各个心花怒放 PS3就能性能互联 PS4岂不是全景VR PS5脑机互联 PS6之间黑客帝国去了 结果后来PS3的价格出炉 首发版本里面最最便宜的20GPS3 都要卖6万多日元 要知道PS2首发价格在三万九千八百日元 但是索尼内部做个核算 PS3首批机器的成本甚至可能逼近八万日元 最后2006年 索尼本部专门为PS3的定价开了一场高层会议 发售前降价 把价格定在了20G四万九千九百八十日元 60G五万九千九百八十日元 虽然外界玩家已经极其声扫PS2的价格 相比Xbox360贵的离谱 而且PS2七万型在节日促销的时候 有时候价格都只有一万七千日元左右了 相当于一台PS3的价格 毕竟一台PS2的百分之三百 对比今天PS5的价格只相当于PS4 Pro的百分之两百 就能感受到这个离谱程度了 除了售价离谱 2006年E3展会 PS3正式外形一惊公布 全世界的IT工程师都沉默了 只有一个网线口 谁家的超级计算机只有一个网线口啊 具体配置公布之后 最硬的索尼玩家也大多哑火了 20G的入门版PS3甚至连WiFi都没有 NDS那种被索尼玩家喷是胎教抑制玩具的机器 都有WiFi了 PS3这个超级计算机居然还不是标配 于是记者采访九朵梁木剑PS3的定价是否过高 原话答复是 正相反 PS3还是卖的太便宜了 你把公司食堂里的一顿午餐和精美餐馆中的一顿美味相比 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最后2006年5月 九朵梁木剑还在其他采访中惊事害羞的表示 索尼S11已经完成了PS3首发销量的估计 在PS3发售当月卖200万台 2006年年底销量400万台 2007年3月销量达到600万台 九朵梁木剑对这一销售目标的原话是 有可能发生地震或盗窃等不可抗事件 因此索尼预估的数字无法绝对完成 但只要这些麻烦没有发生 索尼实现这些销售目标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番番的言论搞得外界一惊一乍的 这PS3究竟是有料还是没料啊 你说有料吧 PS3从原定2005年上市 拖到2006年年底 你说没料吧 九朵梁木剑这又拽得没天没地的 只有索尼内部上下的人 听着九朵梁木剑的言论直冒冷汗 哇这剑总的嘴是真硬的 拿那个电锯去拉 估计都磨不出硬额 至于PS2市场方面 当时索尼SE的绝大部分精力 放在PSP和PS3身上 至于PS2 当时索尼SE内部甚至有自动驾驶的说法 在很多时候属于有多少卖多少 销售团队唯一的工作 就是去线下电玩店挨家挨户的 为供不应求道歉 然后告知下次补货的时间 直到Xbox360发售之后 因为PS2走入了生涯的后期 这种全自动式的好日子也就逐渐结束了 但是对于一个已经走入晚期的主机平台 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所以优灾的PS2出货氛围没有太大改变 这是一番极其诡异的现象 外面平静 公司内部却如同油炸一般 每个人都在为PS3可预见的巨额亏损额 急得向热锅上的蚂蚁 正好趁着九多良木剑升任索尼副总裁的机会 索尼SE社长的位置空了出来 时任索尼董事长施金格就提名了美国SE的负责人 平井一夫来接替索尼SE 九多良木剑对此没有异议 于是调令发往美国 没想到平井一夫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平井一夫在回忆录里面是这么说的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历史的形成 可是也要考虑到自我混斗 我绝对想不到 我一个美国SE的地区负责人 怎么就成索尼SE社长了 我说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实在也不是谦虚 我在美国待了几十年了 好不容易拿着美国绿卡两个孩子十几岁 讲的英语比日语都多 工作调动 如果全家陪我回日本 那孩子学怎么上 平井一夫甚至想过干脆跳槽换个公司算了 哪怕转行不干游戏业 待在美国更重要 施星格一看好家伙 干了几十年头一次见到 面对生子想跳槽的 赶紧各种给平井一夫画饼 甚至包来回日本美国的通勤费用 甚至语重心长的劝他 你再不来日本帮忙啊 九多良木剑的嘴都快给中子心还硬了 平井一夫还是很纠结 最后提一个比较狠的要求 每个月正常工作作息外要单独一个星期的假期回美国陪家人 结果施星格想这么想 同意 这样的要求都能答应的这么爽快 平井一夫是不答应生之一也不行了 2006年12月 平井一夫升任索尼SCE社长 不接班也不行了 PS3已经在2006年11月11号上市了 不能再拖了 PS3一经上市 销量远不及索尼SCE的预期 亏钱卖机器不可怕 可怕是你都已经亏本赚腰喝了 还没人捧场 平井一夫避开了PS3压力最大的首发上市席 12月走马上任 但是上任之后还是待在美国 把自己SCE美国分部的后市都交代清楚了 才不紧不慢的飞回日本 此时已经是2007年年初了 正常按理来说 压力最大的首发期已经过去 日本的锅都已经分的差不多了 扣不到平井一夫头上 结果到了日本 平井一夫发现两个重大挑战 第一是忙到飞起 所谓的每月一周的假期根本没法兑现 第二就是2007年4月 九朵梁木剑卸任离开索尼了 九朵梁木剑是在索尼内部的高层会议上 自己提出卸任的 所以平井一夫也不了解具体情况 但是事已至此 平井一夫只能和九朵梁木剑最后聊天 吃个饭 宽众一下 结果平井一夫回忆录里面的原话是 九朵梁木剑临走前对平井一夫说 我已经规划好未来十年的蓝图了 人都走了还嘴硬 红酒我真是绷不住 当时看书看到这里 笑了两分钟 真的 九朵梁木剑走了 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索尼S11跑不了 九朵梁木剑离职的前后脚 索尼财报出来之后 本部一看索尼S11 2006年 一年亏掉了2300多亿资源 于是索尼有董事直接打电话对平井一夫破口大骂 斯金格也对平井一夫说 你们是想把索尼这首船弄成的 当时的平井一夫估计自己是全天下最冤枉的人了 亏损来自芯片开发和积极定价 芯片是日本索尼S11开发的 定价是日本定的 我他妈刚来日本两个月 这锅还扣在我头上 我还不如不来呢 当时索尼S11真的堪称内外交困 对外PS3的亏损出货是实打实的 因为价格太贵 导致消费者不买账 对内前几年PS2如日中天的时候 索尼家电部门的高管 其实多次找到索尼S11 希望索尼S11看在PS2畅销的份上 拉兄弟吧 具体就是让一些 类似沃尔玛之类的综合大型商超 在进货PS2的时候 捆绑搭配一些索尼家电 但是索尼S11的态度是一律拒绝 于是现在索尼S11倒霉的时候 索尼其他部门是幸灾乐祸 状况就是这么个状况 还是要靠自己 瓶颈一副上任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索尼S11 统一了一个产品理念 PlayStation品牌 卖的就是游戏机 虽然九多两部剑之前 希望把PS3打造成个人超级转机 PSP打造成新世代的Walkman 现在通通把这些不屑实际的概念去掉 游戏机就是游戏机 第二件事情就是节流 具体就是简成本 哪怕一日元都好 尽可能的缩掉不必要的制造成本 PS2七万九千型和九万型 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粗毒的 平仅一副上任之后 索尼S11縮成本抓的很死 但不代表前几年索尼S11就不节流 稍微回溯一下时间 2004年9月PS2七万型面世 售价一万九千八百日元 但是当初最初的七万型有两类版本 一个是11和GS芯片没有集成到一起 两片芯片独立分开的主板构型 一个是11和GS芯片二合一的主板构型 这样不止是因为当时还有少部分的后级物料没有清完库存 到了2005年 推出了七万五千型 当时就砍掉了不少零件 最重要的变化有这么三点 第一 11加GS的芯片自成升级到了九十纳米 第二 薄机没有内置硬盘位 所以PS2薄机的网络只有单纯的浏览 没有缓存功能 之前在PS2后级上有一块叫做Speed的芯片 功能涵盖网卡硬盘控制器 去年发售的七万型在本质上是将后级做薄 所以虽然没有硬盘伤 但是七万型因为集成了网线口 后级的网线口在网卡身上 机器本身没有网线口 为了防止硬件bug的产生 所以依旧在主板上焊了Speed的芯片 甚至保留了IDE硬盘的引脚 到了七万五千型 索尼S11直接大换代 主板上加上了IBM的PPC芯片 一片芯片完成了向下接种PS1 PS2蓝桥和互联网的功能 Speed和PS1的CPU就被去掉了 又因为PPC芯片没有集成硬盘控制器的功能 所以七万五千型之后的机器 都无法硬件层面的改硬盘机了 但是七万五千型的硬件架构改动 导致机器上市之后 索尼S11官方承认 在之前最终幻想11等网游之外 还有14款老游戏不能在七万五千型上运行 之后在2005年冬天推出了七万七千型 将不能玩的老游戏的数量从14款缩小到7款 最后一点 官方售价从一万九千日元降价到一万六千日元 应对即将上市的微软XBOX 360 到2006年年底 瓶颈一夫接手S11之后 很快索尼S11就开始了进一步的对PS2、PS3进行瘦身缩水计划 2007年7月 七万九千型PS2面世 将内部构造的集成度提升到了近乎极致 光驱重新设计 主板重新构型 11加GS芯片的制程 进一步从90纳米提升到65纳米 这也是PS2生涯中最后一次制程升级 单机重量从900克降低到仅仅600克 不仅如此 电源重量也从300克降低到250克 更新的机器意味着什么 对消费者来说是对索尼科技的感叹 对索尼S11来说 意味着更低的物流运输成本 玩家原本以为七万九千型 有可能会成为PS2的末代机型了 结果没想到 这只是新机型的试水之作 索尼S11内部 瓶颈一夫正在和工程师们继续打磨细节 如果你们能把PS2的电源适配器 直接集成进主机机身里面 不就可以把PS2电源那个塑料外壳 以及机器到主机的DC口插座的钱省下来吗 工程师大为震惊 没想到这个角落都能省 于是按照瓶颈一夫的吩咐 再度缩减了PS2的内部结构 在2007年11月 七万九千型 仅仅面试四个月之后 就推出了PS2家族的末代机型 九万型 售价积蓄保持一万六千日元 PS2九万型相比七万型 将集成化集成到了极致 直接把七万型外置的拖油屏电源集成到机身内 整部机器只需要一根八字电源线 就能完成部署 和后机相同 整机重量在加入内置电源之后 也仅重七百二十克 堪称游戏主机业空前绝后的极致设计 但是因为七万九千型和九万型芯片精简的实在太狠 以至于在后面的许多年里 这两款机型的破解方式 大多是焊接个直读芯片 直接玩破解光碟 无它 这两款机型连接外置硬盘太不方便了 PS2这边的精简占告一段落 索尼SC最大的亏损还得是PS3 对PS3开刀迫在眉睫 于是从2007年开始直到2009年PS3薄机面世 无数玩家惊讶地见证了游戏主机史上有史以来 最全面最极致的缩水 初版PS3内置了完整的PS2一一和GS芯片 2007年早期版颠割了一一芯片留下的GS芯片 在2007年的晚期及之后的机上面 直接全严格不支持兼容PS2了 同时南观光区也缩水了对SACD的支持 USB从四个缩水到了两个 初版的SD卡等读卡器被全部看光 初版PS3的散热风扇是五铜热管 直接换成纯铝散热器 PS3光区口边上的白色口最初是镀刻 金属反光的缩水呈亚光漆 PlayStation3的质量最初是镀刻金属片镶嵌 表面透明塑料涂层覆盖的 改成喷漆 光区口下面那个PS logo是可以旋转的 改成固定的等等等等的缩水 极其细致真的可以说是能想到的地方都给缩了 最终索尼SCE才在2010年实现账面引力 虽然2011年索尼SCE还是由于资物抵债重组的 但是瓶颈衣服还是由于其高超的成本控制和产品整合 在2012年正式成为索尼本部CEO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PS2在2007年11月发售PS29万型之后 就真正的进入了末期 PS2最终于2012年12月28日在日本停产 2016年3月31号关闭网络服务器 并于2018年结束售后维护 走完它无敌的一生 关于PS2的最后一项争议 变上了生涯总销量 有些人质疑PS2的销量造假 PS2的官方统计销量 在2007年财报以前 PS2只统计出货量不算销量 因为事实上的情况是 PS2常年处于供不应求 只要出就能卖 所以出货量真的可以近似销量来看 但是从2008年财报开始 也就是从2007年销量开始 索尼官方的统计数据就变成实际销售量 按照索尼官方的说法 PS2的生涯总销量是1.58亿部 第二名是NDS的1.54亿部 索尼官方是每年的统计当年销售的数字 累计相加之后 于2013年计算出总销量1.5815 现在质疑的点有两点 第一点 类似法米通这类电玩媒体的说法是 PS2销量超过1.5亿 1.5亿之后就没有更具体的数字了 而第二点 索尼S41和索尼官方的PS2销量 在2009年有一个差距 2009年薄机上市之前 索尼S41内部有一份新机宣传的通稿 在里面明确说 截止到2009年6月 PS2销量是1.381部 而索尼的财报则显示 2009年3月的时候 PS2的销量就已经达到1.4亿了 而根据索尼的统计 2010年3月 PS2的销量只有1.44亿 小于索尼本部财报的1.47亿 如果此后按照索尼S41的销量来计算 PS2的生涯销量最多不超过1.55亿 如果按照实际出货量来看 NDS销量是有可能大于PS2的 而且索尼的销量统计一直十分笼统 只有日本和亚洲 北美 欧洲 三大地区的销售统计 但是大约2008到2009年 PS2引进南美洲 这一部分的销量没有在财报中表现出来 索尼本部的财报没有明确说明 南美洲的销量归在哪一个区 最后2010年以后 索尼SC更多的时候是将PS2和PS3的销量 合在一起讲 比如说2012年PS2和PS3一共卖了 断断断1这类的说法 也给民间核实销量产生了困难 不过这些争论经过十多年之后 早已消散在风中 目前最有希望挑战PS2销量神话的后备 是任天堂Switch 目前的销量是1.2953亿 这个销售数据比同期的PS2要高 但是即使Switch有朝一日 在销量上超越了PS2 Switch估计也很难复制 那个PS2所带来的黄金一般的年代了 任天堂地方的阵容虽然空前的豪华 但是也不能否认 索尼PS2的游戏库是最多样化的 直到今天 许多主机游戏的核心系统和特色玩法 都能在PS2上溯源 除了MOBA 大逃杀之类的少量从电脑网游中 创新的新游戏类型 在游戏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 游戏市场仿佛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边是游戏大厂几百上千号人 通力打造的3A大作 一边是少数鬼才 几人十几个人开发的 以及玩法创意取胜的小成本独立游戏 至终的开发成本宽容的市场 好奇的玩家等多方面因素 使得中等规模 几十人到百来好人的中小型游戏公司 能够大范围的涌现 这些中等规模的游戏公司 一方面有足够的技术 打造符合PS2世代画质的作品 一方面又有动力在PS2这个平台上 实现自己的鬼点子 于是PS2成了大量来自中小型游戏公司 和工作室的日式游戏最后的黄金岁月 之后随着PS3 Xbox360等平台的开发难度的提高 日式游戏逐渐失威 整个业界的风向逐渐变成欧美占大头 日式剩下少数脑子里称台面了 1994年九德梁木剑在PS1上市之初 制定了一个宣传口号 PlayStation 所有的游戏都在这里集结 这句口号也成为了此后 PlayStation家族一直奋斗的目标 PS2无疑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产品 最后让我们向这位天下无敌的传奇 致敬吧 如果喜欢求支持求鼓励求关注 如果不喜欢欢迎私信我提借 最近我逐渐意识到在网络上找资料是有极限的 于是就买了几本书 买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比主机市场冷冰冰的销量生动不少 最近看了两本书 一本是瓶颈衣服的回忆录索尼重生 另一本是压力下的角逐 讲IBM帮索尼和微软同时开发芯片的故事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买书来看 因为电子书版本没找到 都看到这了 点个赞转个发 留个评论和弹幕呗 谢谢大家了 网易云音乐有纯音频收听 Q群也欢迎加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